林青霞的婚姻维持了24年,但仍然没能走到最后,近日,林青霞离婚的消息刷爆网络,曾经挤在人心中的梦中情人,如今却被富商老公行李员律了,真是让人感到贩怒,行李员属于二婚,而且还有一个女儿,账相绝算不上帅,总之就是其貌不扬,大美女林青霞嫁给她,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美女与野兽。 林青霞在嫁给行李员,之前还召开了机制发布会,向大众公开了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,虽然这让人感到非常意外,但对于女神能够嫁入这样的豪门,网友还是纷纷送上祝福。 林青霞与行李员结婚后,就过上了深居简出的豪门阔生活,从此告别影谈,除了偶尔卫先书做宣传外,就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对于林青霞的婚姻状况,外界有数多猜测,早在六年前,就传出林青霞已经搬离行家豪宅的消息,在林青霞扩别了娱乐圈整整二十年之后,在六十岁的年纪,通过湖南卫视打造的偶像来了付出。 林青霞是注定活在荧幕中的女神,虽然已经扩别影谈二十年,但一直以来对于林青霞的提及从未见断过。 这次林青霞答应来参加的偶像来了这个节目,讲出此见到真人都喝酒,王涵竟然激动的流下眼泪。 林青霞加入,也让观众看到了谁才是真正的女神。 虽然已经年过六十的林青霞已经减去的长发,梳着一头偏短的利落短发,但五官精致,皮肤白皙,气场强大,风采不减当年。 近日,林青霞被爆出离婚的消息,因不满老公长期在外包养第三者,而选择离婚。 目前,林青霞与两个女儿一起生活,付好老公行李员,一次性支付,给他将近十八亿人民币的分手费。 已经六十三岁的林青霞趁要活出自我,不想在不幸福的婚姻当中将就。 如今林青霞的两个女儿已经长大,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婚。 对两个女儿的成长,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 有网友认为,林青霞选择付出与他早已破裂的感情有关,一代传奇女星终归还是属于舞台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